黄熙球 中国中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顾问首席总建筑师 他今年已经81岁高龄 每天一大早 他都会像这样来到办公室 在一堆设计图纸和资料中 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就是我办公室 办公室比较乱一点 这里就是领事堆放的 最近工作用审查一些图纸 一些方案的稿子都放在这边 这里就是我喜欢看的一些书 这些就是关于疫情流感 黄熙球也是主持设计北京小汤山医院 并且为武汉火神山医院设计 提供技术支持的抗疫英雄 回忆起2020年的经历 很多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当时武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发展 宣布关闭离汉通道 当天早上 黄熙球向单位递交了一份 志愿参加抗疫的请战书 第一个我是共产党员 第二个就是我年龄比较大 比起年轻同志家里牵挂比较少 第三个我参加过2003年的非典 我有这个实战的经验 记忆节三点我就是说听懂组织召唤 随时准备出击应战 而就在当天下午1点 黄熙球所在的公司 收到了武汉市城乡建设局 发来的加急求助函 内容概括起来就三个字 球图纸 希望能够获得当年 由黄熙球主持设计的 小汤山医院的图纸 在此基础上 进行火神山医院的设计 当天公司制定了抗疫行动计划 成立了指挥组与技术组 由黄熙球担任技术组组长 接到任务后 他们迅速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针对设计方案进行了讨论 会很短 开了以后大家都分头去工作 而且我们也跟武汉方面 建了一个相当于热线的平台 各个专业都有跟它对应的借口 78分钟后 武汉市城乡建设局 就收到了修订完善的 整套小汤山医院图纸 与此同时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以最快速度组成设计团队 投入火神山医院的建设任务 在武汉他们在一线的同志 都是我们兄弟单位 他们应该也很着急 在疫情那么紧张 这个应计就是要尽快地完成 所以我们将心比心 很自然地就是愿意 他们在前方 我们在后方 做我们力所能计的工作 除此之外 结合武汉当地的特殊情况 黄西求和同事们 也从多方面细致考虑 提出了很多修改方案 弥补了当年修建小汤山医院时的一些遗憾 这个就是火神山医院 它的医疗区就在这一块 这一块区 它的三区两通道的布置 还跟当年03年小汤山的基本格局是一样的 但是用地不一样 所以它组合方式不一样 在小汤山 我们的CT 我们叫医疾科士的检查部门 在小汤山是放在 医疾科士的走下端 别的区域病人 做检查不太方便 他这个呢 就吸收了我们建议 把那检查部门放在中间 这样就是各个区域的病人去做检查都比较方便 就这样 仅仅24个小时 武汉火神山医院的方案设计图就敲定完成 60个小时全部施工图便顺利交付 短短10天 这座建筑面积34000平方米 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专科医院正式建成 2020年2月2日 武汉火神山医院交付使用 成为武汉抗疫的主战场 令世人惊叹的建设速度背后 离不开数千名建筑工人的日夜奋战 也离不开黄西求他们的特殊贡献 在疫情当中 就是中国人显示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就是国家有难 披护有色这种状态 我觉得只有起心先立万中一心 才能战胜这个病魔 所以在中央这个统一部署下 就是各行各业潜力以赴 就很快控制住疫情 我作为一个一分子 献出了自己一分力量 黄西求祖籍广东美洲 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一个华侨家庭 他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爱国侨领 曾担任中华总会主席 母亲是妇女会的重要成员 1955年 周恩来总理率团来到印尼 参加万龙会议 让当地华人为之振奋 之后 一大批爱国华侨 纷纷返回中国 1957年 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 黄西求登上了回祖国的轮船 回来的本意就是 国家就是需要我们年轻人 去学习本领参加建设 我们都希望把国家建设更好 都是这种愿望 一个拉面师劳务品牌 可以带动19万人就业 一个建工劳务品牌 可以带动20万人就业 一个爱酒师劳务品牌 可以带动近30万人就业 一个面包师劳务品牌 可以带动4万多人就业 这就是劳务品牌的力量 劳务务务品牌 就业有保障 但是你也有以后 会带动20万人就业 因为有仇人的 待遇了 我认识 你们也有了 就如航力 我们向上 一定是 这你 文化 是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设计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但是的确那个经历 就是好多细节 为什么记得比较清楚 就是因为当时压力很大 好多问题需要现场解决 2003年4月 非典疫情来势汹汹 患者剧增 4月22日 北京市决定抢建小汤山医院 黄熙球所在公司 连夜组织人员投入医院设计工作 那时候因为我刚刚四网膜 右眼四网膜脱落 在北医山医院动过手术以后 我在家等于办休养状态 我们单位都觉得 这个项目比较紧急 又比较重要 不放心 就派人 派我们的理量院长 就到我家里 晚上四点钟 把我接到这个楼 接到六楼 六楼上讨论 参加讨论这个方案 仅仅用了几个小时 黄熙球和同事们 就拿出了多个总体设计方案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赶到了时空现场 随即 仅六千名建筑工人 也火速到达现场 夜里面 睡一二点钟 我还是回家 然后第二天早上 七点多钟 我家里睡个三十个小时 就是这么联系的工作 在现场是坐在床上 下面就一样坐纸 就摆上电脑 这个床就是 既是自己的椅子 累了就随后一躺 可以睡一会儿 起来又工作 就这种状态 经过七天七夜的努力 占地2.5万平方米的 小汤山医院拔地而起 而项目完成时的场景 黄西球仍然记忆犹新 等于我们要撤退 但是很紧张 现在我们就是 在三十号中午 都要撤出来 因为五月一号 就接受病人 我记得我在路边的道雅 还蹲在那边 还画我们就是 我们叫做 ICU中诊健护的 病房的一个草图子 画完交给师傅那位 继续他们完成 两个月的时间 小汤山医院总共收治了680名非典患者 一千三百余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做到了零死亡零感染 医疗奇迹的背后 科学严谨的医院设计功不可没 非典结束后 黄西求并未停止 对传染病医院的研究和实践 经过几年积累 他主持编制了 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等 国家标准 我觉得是在印记里面 它起到了一个 积极响应的作用 在抗疫当中 它还是发挥了 它应有的作用 这一点是 我觉得应该得到承认的 因为在医疗建筑领域 及抗击疫情当中 做出的突出贡献 黄西求先后获得多个奖项 2012年 他荣获中国建筑界 最高个人荣誉 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 2020年 他获得了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以及中国桥界贡献奖一等奖 现在的黄西求 仍然工作在建筑设计的一线 每天还是十分忙碌 除了和同事们讨论业务问题 还会参加国际会议 投入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我抗议这一段工程 使我从事医疗设施的一个建筑设计师 我更加感悟到健康工程 对社会是意义重大 我自己能从事这领域里面 我觉得感到很愿意 我希望这个领域有更多人的参与 把我们国家的健康事业做得更好 为老百姓更好的服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